好 再来关心政治消息 总统大选这两天展开激烈舌战 主角是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 跟马英九竞选办公室的执行长金普聪 目前正在美国访问的金普聪 炮轰蔡英文不遗余力 批评她不够成熟 格局也不够大 而对于媒体问到马总统 未来有没有可能访问中国大陆 金普聪表示两岸未来的接触 只要对台湾有利 不伤害主权和尊严 很多事情都可以谈 其中也包括签订两岸和平协议 不过马英九总统今天在台东 被记者问到同样的问题时 并没有任何回应 总统马英九上午来到台东县仍爱之家 陪老人过中秋节 跟老人比赛Four Young子 总统端出了老人照顾的福利政策 他说希望在他明年连任总统时 能够完成长期照顾法的审查 也希望老人和家属大力支持 外界很关心总统明年如果连任 会不会前往中国访问 促进两岸和平对话 总统没有回应 各位中秋节快乐 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 马英九竞选办公室台湾加油站 执行长金普聪随国民党访问团到美国 记者提出总统有没有可能访问中国大陆 金普聪回答说两岸未来接触 只要有利于台湾 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包括和平协议在内 但必须在不伤害中华民国的主权 以及顾及台湾尊严之下来达成 他还批评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太像小孩不够成熟 格局也不够大 同时反驳蔡英文向美方指控 马总统司法干预 金普聪说他的发言容易被放大解读 因此他特别强调 他发表的是他个人观察两岸政治的看法 因为他不是主管两岸事务的相关人员 只是金普聪身为马办的执行长 他的言论势必引起各界的重视 记者综合报道